前加州主机长余淑婷 Betty Yee今天宣布准备参选加州州长 余淑婷在声明中说 曾任贫税局的委员 以及在两届加州主机长 监督加州财政管理税款 并确保政府的问责制 他表示意识到过去所做的一切 并不总是有效 尤其是加州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但实际上贫穷的率 还是选美最高 加州正处于十字路口 表示自己拥有专业知识和第一手经验 余淑婷在未来几周内会重新介绍自己 并分享更多关于自己的资讯 而他的募款活动也正式起跑 现任州长纽森任期到2027年1月 州长选举在2026年11月举行